大家好,多謝大家這麼久以來對競馬的支持 來到競馬頻道看我們的影片 有三件事希望大家都幫忙做 點讚、分享和訂閱和按鈴鐺 多謝大家,有你們的支持才是競馬的動力 香港獎金兼頭馬王金槍60終於尋求突破,跳出香港了 他就已經報名出戰6月5日 在日本東京競馬場舉行的1600米一級賽安田紀念賽 在疫情長期試約全球情況下 在時隔四年後,香港終於有賽區 有機會出外參賽,維港增剛 一切都可以說是苦盡今來 自千禧年以來,日本跑大賽開始 看到香港的賽區的身影 已經是2000年的靚蝦王,贏出安田紀念賽 成為了首匹楊威東營的香港馬 而至今合共有五匹馬 曾經是遠征過當地的杯賽 當中包括了2010年遙本輝馬房的極奇妙 在畫像黎海榮的跨下,一放到底爆冷就奪標 而這匹馬的馬主是前立法會議員林大輝 亦是歷來首次有來自香港的傳話班組合 在日本勝出頂級的賽事 綠色中間沒有位置,很後來而已 中間上來還有世面人生和一卡尾轉 去到100多米時,前面還有極奇妙帶著頭 外當拳騰擊衝一段沒甚麼反而上來 香港馬歷年出戰安田紀念賽合共有13次 成績就贏過兩次,兩個亞軍和一個貴軍 當中就包括了2000年的冠軍 靚孝王和2006年的頭馬牛禎福勝 雖然靚孝王和牛禎福勝都曾經贏過安田紀念賽 但當時他們所面對的對手 只不過是痛快驅、黑鷹等的日本代表 隨著近10年,比方馬匹的質素不斷提升 目前已達到世界級的水平 整個日本的馬壇已經不能與以前比較 至於對上一匹香港的代表 在安田紀念賽上名 已經是2008年的好利位 這匹馬在偉大的框下就跑獲亞軍 接力出擊就有天狗、美麗大師和西方快車 他們都是落敗回來的 而自此之後 遠征安田紀念賽 香港的賽區亦都停頓了下來 連帶日本的大賽由港馬勝出 已經是相隔了七年沒有發生過了 對上一次是2015年的有型格 這匹馬在潘頓的框下 楊威高崇宮紀念賽 今槍60,下個月就再預歸來 當然是最好不過 不過即使馬王贏不到回來 他的作客對於港日賽馬的交流 也起碼可以恢復互動 而不至於近年 單方面由日本馬來到香港 贏了大賽 今槍60歷來在香港的21場勝仗 其中有11場 都是出馬10匹或以下的場合 而最近幾屆的安田紀念賽 出馬有14至18匹不等 作為唯一一隻的海外代表 面對著東道主的團體 甚至是圍攻的策略 今槍60以寡敵眾 真的要有運氣和良好的祭儀幫忙才行 上屆安田紀念賽的冠軍 野田賢君 以及近兩年 橫掃日本一里大賽的放聲歡呼 已經相繼退役了 話雖如此 日本馬圈良驅背出 其他一里的精英實力 也是非等閒之輩 今槍60就算可以安然抵達日本參戰 也不一定可以完成這個使命 替港隊重奪 失落十多年的日本安田紀念賽冠軍 Sunday Racing 周日賽馬團體 前年就憑日放聲歡呼 贏了安田紀念賽 聶派馬去年僅僅以碼頭位之微 不敵野田賢君 未能夠成功遺免 至於當時只有三歲的童主馬 速度大師 抓住三歲一級賽 NHK 一里杯王者之名 初次挑戰一些年長的對手 也只不過是輸半個身位 而去年11月 出戰另一場的指標性 16米大賽 一里冠軍賽 速度大師表現就更上一層樓 僅僅不敵他的師兄 放聲歡呼 跑回一個極具威脅性的亞軍 經過四個月休息 速度大師在今年3月底復出 跑了一場1800米 一級賽杜拜草地大賽 初次遠征 並且狀態還未十足 在杜拜尾單馬場 末段衝刺僅僅一般 最終輸5.5馬位跑過第八 而這批日本一里的新星 熱圓身回師主場東京的競馬場 毫無疑問 就是今屆安田紀念賽 日本主隊最強的代表 去年尾來香港各族香港一里錦標 跑第六名的陳年尾走 只不過是落後金槍60 兩個多馬位 在3月尾復出 跑了一場1800米一級賽 杜拜草地大賽 末段以勁勢衝上來跑過第三 僅僅輸給頭馬一個馬頭位 而陳年尾走歷尼 在東京的競馬場 曾經贏過兩場 一個亞軍 一個電軍 他贏的賽事包括有 1600米二級賽富士錦標 絲綢賽馬團體在2019年 就憑冠軍車手攻下了安田紀念賽 前年旗下的馬後 杏木跑第二就不敵放聲歡呼 去年中跑安田只是跑第八名的戰武者 去年底就各族香港一里錦標就跑第三 今次將在火柏 現在在日本客串的連達文出戰安田紀念賽 全力替這個絲綢賽馬團體重開安田的勝門 金槍60首次是離開香港遠征 所謂馬生路不熟 加上再沒有了主場的優勢 實在禍福難料 東京的競馬場最右直路是長達525米 比起沙田馬場同一個路段 總要長95米 兼車還要上斜2.1米 當年馬王步步有遠征英國 跑同樣需要上斜的雅士谷場地 輸了接近九個馬位回來 幾乎好像沒有參與各族一樣 在香港跑慣沙田平坦場地的金槍60 初跑左轉的賽道 兼車還要上斜的場地 能否應付得到 肯定是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一大疑問 4月24日 金槍60閃亂冠冠軍一里賽後 回到海船滿影投馬上的時候 表現罕有地犯粗 事後被證實為輕微中暑 馬房的工作人員立即淋水幫他降溫 當日的天氣真是非常滿熱 從未有個傷患紀錄的馬王 生理狀況突然出現了變化 究竟是運動員的偶一為之 還是不祥的預兆呢 又究竟中暑是否代表一直中心耿耿的馬王 告訴幕後自己是否要到頭暑的時候呢 無論如何 這批上季的香港馬王一旦成行 將會是以力離本港最佳的賽區身份 去到日本東京競馬場 在6月5日 星期日出戰1600米一級賽安田紀念賽 要至到金槍60 既是香港力離贏馬最多的馬 累積出賽24場 贏了21邊一個亞軍一個貴軍 亦都是本地力離最高獎金的單一賽區 至今6次攻下賽一級賽 亦都曾經連勝了16場賽事 現時的評分已經是高達131分 冠絕香港所有的現役馬 不過金槍60一旦在日本武功二還 隨時今季做不到香港馬王 幕後敢不敢搏 又或者是想不想搏 那就真的壞不壞了 中間勇戰神區 一對時時內外 近邊是時時精彩 外面是時時優如 最後100米 勇戰神區依然是佔先 時時優如第二位 時時精彩第三位 借打杯得主 勇戰神區 勇士見到近邊 飛鱗閃耀上來 中間有嘉應知聲 內蘭那邊還有時事優如 接近終點 贏完打杯 再贏這場女王杯 就是浪漫勇士